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你们好 环球经济形势 环球金融市场 现在的情况是 一定要有中国粉 不然拼图没了一大片 拼不成 如果你们留意到 一些眉眉眉眼的事情 这些是我们做外回 通常是超敏感的 当习近平和特朗普见面也好 坐下聊天也好 一起走花圆也好 习总摆出一副什么脸孔 债主 好像告诉特朗普 欠我们中国很多钱 而特朗普一改常态 跟其他国家元首的脸孔不同 好像一只虾巴狗 不断向外 还跟习总说好话 放肆些美国人不知 he is a good man 其实good man有什么好做 如果做到政客 一个good man的政客 根本肯定是个不成功的政客 我告诉你 anyway 不要太多勾勾了 7月份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 又是从日本手上拿回的排名 第一 说到这些东西便气咳 其中一个因素是人民币 是由三月底本来建议开始 一直连续四个多月 升了几乎5% 由对美元6.9980多 即接近七算 一直升至跌破6.66 今天会战会谈谈如何处理人民币 这里谈谈今天无间道的材料 如果买了人民币 加上港元下跌的一笔 再加上息差是最佳投资 难怪最近连僵尸都收声 中国持有11,470亿美债 上月7月已经增持了440亿 增加持有 这张是中国持有的第一张王牌 这张是王牌 持有这么多债券 如果美国想移动肥仔金 又或想加中国关税 四个字 我就沽尼露尾 如果我沽不再买 饿死你也有份 真是的 不是说笑 当我说笑 中国在过去几个月 不违如力地搞定资金外流 至少暂时搞定了 不断打击中国本身的财团财伐 向外投资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去年2016年 这类海外投资是2千亿美金等值 只是去年2016年 还买了那些浪贾东西 好像球队、娱乐事业、电影事业、球员 全世界走去掃的房地产 尤其是香港 这是对香港人最大影响的 香港的地产有升无跌 招当无招 有大部分理由是中国大陆财团 什么海航、安邦等 总而言之他们进来便扫 扫到楼价想不起也挺难 亦造了个势出来 楼价正在建 全世界房地产都被他们搞到头大 人民的房屋都买不起 甚至乎是纽西兰一模一样 澳洲、加拿大、全世界都是 香港亦是一个实例 当然这么近 不动便便奇怪 习总真亲自出马 安邦的头头大年王健林 他儿子有钱到吓死人 海航全部被下令停止所有海外投资 斩断资金外流 而且特别指出不允许再投资以上 刚才所说的恶狗项目 不是我危言耸听 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是真的到顶 老实说他真的不要追 何必要高峰期去追 你不要说他跌不跌 我当你不跌 你高峰期去追你干什么 说一句笑 你埋了香港的豆腐润 你来纽西兰收回几件都可以 7月份资金外流 从去年每月500亿美元等值 每个月500亿美元等值 跌至140亿 这数字是来自高盛 Goldman Sachs 至少九成信得过 我都不敢100% 再给你们第二张黄牌 美国上市公司 几年股市都这么好 为何会去到22000点之上 我大胆说 由于中国和中国的市场 使用的盈利大增所致 刚刚美国公司的业绩公布 不论是建材、机器、电子半导体 甚至是咖啡 佳职都不弱而同 是来自中国的分公司 中国经济增长期 6.5%至7% 任他怎样说也好 他强调低也好 他强调高也好 大约在这里落幕 6.5%至7% 这个经济增长全世界都没有 那么高 使得消费大增 间接和直接对美国公司的营业客 所以反映在股份业绩上 令美国杜瓊斯指数上22000 而不是完全因为这个理由 而是其中的理由之一 从而反映在业绩上 中国有两张王牌 你抵制我加我关税 麻烦你走 第三张王牌 中国现在物罗紧固一带一路 有些人说阿宝 还说的第一路是out 但不是 物罗紧固现在才是气肉 先先做路演 只是序幕 由中国到全世界十几个国家 亚洲和欧洲 秀桥、整路、起铁路、电力站、码头等等 全部需要很多建材、仪器、机器 及其他物质、物流 例如美国滑土机公司Caterpillar 每个人都知道 香港很多 今年上半年的营液 今年上半年升了多少 25% 连同日本同类型公司Komatsu 和Hitachi 两间都与这些机器有关 是建筑机器 亦都受惟 所以日本突然忽然有好 可能已经意味到一些东西 即是感觉到一些东西 谁不参加一带一路 谁产底 与人无有 识除专辩 当然 除了使人受惟之外 自己亦受惟 否则做来做什么 中国汽车公司Kili 前周公布业绩 比上一年升多少 90% 又利人又利己 看法你们从报章上的虚传媒 这是我学习川普的 报章真的虚传媒太多 看见也讨厌 但有时有些娱乐性 有时可以看看 无端博士为何有个钉书机 无端博士为何那样 又说政治迫害 明明自己害自己 又说政治迫害 总而言之 若你们有看报章上的虚传媒 看到特朗普已经在计划 对付中国有几件事 一个是看他翻版 那些什么权 我都不懂得说 侵权、知识产权 没错 在脑上说不出 而且听说 因为北韩金仔禁制贸易 他现在查了所有和北韩有关的人、物、事、公司 这些是有关系的 总之要在贸易里整死金仔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一定不会打仗 他只想在这里整死他 让他做不到那些舟射导弹 虽然明知金仔是抛 但如果是真的 有一枝这么多 飞到关岛 关岛全部密密麻 都是美国海军住宅在那里 即是另一个珍珠港 不怕就假 其实特朗普做这些事 不是完全作状给美国人看 我对付美国、中国这些事 所以暂时来说 一方面又要展示给国人看他正在做事 因为他参选时常说 要对付中国的操控货币 又说关税要加多少 起码都要做些事出来 但老实说 中国未怕过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三张王牌在手 你动我 其实他已经因为刚刚被炒的Bannon 美国人说我们现在和中国在做贸易战 他已经立即出来说话 不知是华春莹还是傅莹 事但一条女孩 都不知是向外说话的两条女孩 已经说你动我 我一定不会肯过你 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 最后有一件事一定要说 美国一直的国策是 Bagger die neighbor 损人利己 但如果看现在的一带一路 中国的国策是 enrich the neighbor 利人兼利己 这些就是西方和中方和亚洲不同的地方